上星或太陽天秤座的朋友來到農曆六月,此生整體雲勢 首先給你們一個很重要的提示 我相信你們基於我們一般講的星座性格 你們會很難跨過的難關,但無論多難都要跨過 好,是一個什麼性格呢? 我們經常說天秤是一個秤,兩邊秤來秤去 很多東西都要衡量過那個星期,不斷衡量衡量衡量 可能最後都做不到一個決定,德國吉 說起一個很經典的事例,真的很搞笑 我曾經跟一個天秤朋友,即是一班人吃飯,裡面有天秤 你當茶餐廳有A、B、C餐 他想了很久都不知道要A餐還是B餐好 最後人家來下單,他竟然選C餐 你說是不是笑死了,真的笑死了 但是其實這件事有很合理的 因為我自己有時候都會這樣做 而我很明白那個心理 就是說如果你們中學時代有讀Econ 那你記不記得選擇 我們會說我們每做一個選擇 其實都有機會成本 這個選擇 這個選擇叫做HIGHEST VALUED OPTION FOR GONE OPTION FOR GONE即是說 你每取一件事 你每得到一件事 其實都會有一個捨棄的 捨得捨得 那有時候 你覺得 唉 如果你想想 你選了A就要捨棄B 你選了B就捨棄A 你索性兩個都不選 就好像兩個都沒有損失 然後你選C 所以其實我是明白這種心 Anyways 但是快點言歸正傳 其實呢 你們農曆六月要學會捨棄 而它是說一種人情 人際的關係 或者有些東西是很令到你們不開心 麻煩 接下來要給你們的心去說話 OK 要給你們的感性 戰勝 你們的理性 不要覺得這些東西還是有得益 總之你的心不高興 老娘不高興 老子不高興 你就撇吧 無論是 我當是感情的關係 還是工作上 如果那個老闆經常刻薄你的 就算這份工作有多高薪 你都照顧 甚至 講得嚴重一點點 我不是說要去破壞人倫 但是 甚至是婚姻 或者是一些家庭關係 如果長期有家暴 那你都真的要走 是吧 有時候有些事情 其實不需要再給面對方 一定要聽從你自己的內心 如果不是 其實會非常之影響你們的健康 甚至是長遠 人生道路的新心靈發展 而且會令你們更加很多事情 是繼續做不到決定 所以接下來是要給你們的內心的呼喚 聽從呼喚的聲音 Let your heart rule 另外還有 其實 其實 尤其是一些錢銀上的關係 有利也都有弊 天時地利人和 是有 但是最後那個人和 又會出一些失誤 一些錢和合作關係 我簡易言之 我當是搞生意 其實你們接下來 有很大機會 會加入一些 商業的合作 OK 大家都會有很多 錢的利益 所以 除了商業的合夥 還有沒有一些關係 其實是很牽涉金錢的 我想是合租 合租 或者 不知道 開一個共同帳戶 或者 一起去供一些東西 類似這樣 總之是一些 人與人之間 一些錢的合作關係 然後這些東西 其實本身是很達成你的目標 可能你一直就是 想去要搞這個生意 但是 自己就 自己單人匹馬 不夠力的 你終於找到一個夥伴 或者找到一群人的團隊 又或者 其實你本身 是很想去買樓 然後 我忽然之間 跟人去定了分 然後 甚至結了分 然後他肯跟你一起去供樓 所以 有些東西 終於可以令到你 願望成真 很高興 對不對 但是偏偏 忽然之間 到最後 這些關係 那 要不你 要不對方 又會出現少少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 在於什麼呢 是一種性格特徵 就是其中 隔方會認為 月方 覺得他太薄 太過冒險 太過想 take risk 而不夠腳踏實地 或者是太過 不計後果的做事 無論是你嫌別人 還是別人嫌你 還有記住 這個不一定是一個 one-on-one的 合作關係 他還可以是一班人 所以我當 你搞一個生意合作 不代表只有兩個股東 可以有三四個 而在這種群組裡面 兩人或二性的群組 很容易出現這種 其中一方 覺得對方很不成熟 你做事 原來很不夠理智 我打一個比喻 我當其實就是你嫌別人 因為我一開始都說 天明座 其實經常做事 很喜歡去衡量 經常要想到一些最完美的解決 然後有些事情 你們太過謹慎 然後你可能就是嫌別人 不夠謹慎 覺得你這麼博 我很害怕 我的錢和你一起去搞 怎麼知道 會不會最後搞到我的錢沒有了 所以在這些合作關係裡面 一開始就說 其實天時地利任何都有 但其實最後的任何就是會 糟糕 但現在 我們又回歸回 我今天第一個 講給你們的訊息 如果 一些人際的關係 真是很不開心 你們的心不高興的話 不妨 quit了它 可能下集定時更精彩 所以以上會有兩個訊息 帶給你們 然後到最後 有第三個訊息 來自這個農曆六月的三月的升盤 是好消息來的 不用怕 就關於你們的工作 首先有機會升職 尤其是很恭喜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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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替你們很欣慰 就是 Hard work really pays off 過去的努力 是被人看到的 然後 就算不是這個農曆六月升職 但是如果你們是做appraisal 做review的話 那就真的是 拍手掌拍手掌 你們的好事 真的真心 literally 好事 是會被主觀看到 然後之後 就引動到 你們是升職的 好 如果我當你已經是老闆的話 沒有得再升 尤其是one man band 你就會聘請到好的員工 當然如果你真的自己一個人都夠做 你不需要去特別利益 其實你多聘請一個員工 你要給人工 但是如果我當你真的 一向已經是想聘請員工的話 那你就趁農曆六月去聘請 OK 然後他是一個非常之得力的助手 還有他會是很勤力 很勤力的一個人 OK 勤力這件事 算了 我不說那麼多了 你們自己將來慢慢去feel 還有我給一個tips 如果是請人的話 你不妨是請一些 透過關係去認識 或者本身可能你已經是熟熟的人 就不要請一些是完全 新的不認識的陌生人 不要去那些jobsdb cdjobs那裡 或者找那些獵頭公司去魚翁殺網 你嘗試透過身邊的關係 或者你本身的network 你本身的friend 或者甚至你以前請的員工去找他們 什麼叫身邊的關係 真是搭橋搭路 或者尤其是問一下家人 看看你的家人會不會有好人介紹給你 或者甚至我當你就是請你的親戚 都可以幫到你的 還有這裡給一個小小占星的科普 但不應該叫尖聲科普 因為科普是科學普及 這個叫尖聲普及 尖泡給你們一個尖泡 其實升職和請人 在尖聲學裡面是同一回事 知道嗎 因為你想想想 如果你升職後 那會有人跟著你 其實同樣 如果你是請人 那他是你的員工 那他就跟著你 所以 如果對於一些尖聲有興趣 學的朋友們 那又可以做少少筆記了 最後祝你們 我們接下來是 農曆六月是過得精彩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找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聯林星雲 都算是在原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re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也是根性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本事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也真的有尖聲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雲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雲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恒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恒星銀行的那個恒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恒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發掘 啦